今天跟Fan Mac好像都是City Hunt 九點鐘進來天水為好應健康院 然後待會兩點鐘就要走過去兒童醫院 通實啊 幸好還趕得切買一杯咖啡 是這裏了 這裏是甚麼 叫MV 早晨 其實現在已經是2Fan的第二星期了 上星期一就打風 接著兩三天基本上都是一些Orientation的Lecture 就在QAM上 星期四上午就山場水園 去著天水為的母應健康院 然後下午再衝去兒童醫院上課 那是一堂血科的臨床課 都蠻衝擊的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不懂了 而今天星期一 稍後10點半就上去QAM 去一個兒科的內分泌Clinic 還有機會立即要考Physical exam 原來地牢這裡有一個茶水間是沒有人用的 剛才樓上有人 所以就找到這個地方下來可以繼續說 其實這個EVOR Rotation 這個Timetable 真的刺到我自己也有點害怕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星期的Timetable 就是這樣而已 之後就會有兩個星期 是上去Word Attached 就要全日attached在Word 就要一間Morning Round PM Round 但是其他時間都是比較空閒的 但其實不是沒有東西要運動的 很多E-learning的影片要看 還有很多兒科特性的東西要讀 再加上小朋友BB吃的藥 份量都要再計算過不同 就這樣看過一下 正是Intern Manual 我們有本書叫太陽花 還有Lecture Notes Cineer Notes 加起來都是二千多版 當然裡面的內容會有重複 但是真心跟大家說 在這一刻我對EVOR 真的不是特別有興趣的 還有我也不知道怎樣好一點的說 其實我真的不是特別喜歡小朋友 所以我對這次的EVOR 其實是有點恐懼的 只是上一步 跟著一天下午的EVOR診所 已經是被那些九歲十歲很頑皮的小朋友 搞到很吵很猛 所以我真的不是特別期待這個EVOR的Rotation 還有就是外科 外科的恐怖程度跟內科是有得比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太想法怎樣面對這個Rotation 但是這次的EVOR的VLOG 繼續有我們的贊助ScreenToe 有留意開Final Year這個系列的觀眾 應該都聽過ScreenToe 這個來自瑞典的工作平台 眨眼我都已經用了它半年以上 ScreenToe 就將Mindmap 這種圖像學習方法 連同Note Taking 和日常工作整理融為一體 成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工作平台 在ScreenToe 上面就會有三大元素 分別就是Desk、Bots和Cards Cards 就像平時的MEMO指一樣 你可以把它放在桌面 或者在任何空白的Bots上 但是每一張Cards 裡面就可以藏在很詳盡的Notes 或者你也可以上載PDF、圖片連結 也可以再內藏其他Cards 甚至是藏在一張Bots 那你就可以把所有相關的內容互相連結 好像我在EVOR會有很多不同的病 各自都有關連性 用Bots 或者用Cards 我就可以把有關的Topic連在一起 也不會亂了 而且內容也不需要重新再打過一次 Cards 也是一個很好的溫習工具 因為你可以把一小段Lux變成另一張卡 你可以在溫習的時候做到Active Recall的功能 除了做Mind Map之外 你還可以用Column的功能去排列不同的卡 這樣就organize 很多了 同時你也可以把做的Project 分享給同學或者同事 一起去Edit同一個Bot 把所有資源集合在一起就有效率很多了 另外我之前都投訴過 在手機和iPad上沒有官方的App 但其實你只要用Safari登入了Screen圖 再在下面設定那裡將它加入Home Screen 那就可以用Web App的形式 用到所有Screen圖的功能 而且是不需要再每次Lock in 你可以趁早加入他們的Early Access Plan 只有5000個名額 還要記得用我的Coupon Code Techie 50 加入一年計劃還可以有額外半價優惠 即港幣都是一個月19元多一點 那你就已經可以有無限的Cast 無限上載 還有專人去教你用Screen圖 而且他們每個星期都根據用家意見 新增著不同的功能 還有當然他們還有7日試用期的退款保證 所以真的不妨試一下 上次拍片是星期一 今天是星期五 真的超級快的時間 然後很老實說 真的不太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就是有輕輕溫習一下 上課堂一下 跟一下Clinic 今天就開始這個為期9日 10日的residency Word Residency 即是要attached在兒科病房那裡 這9天我們就要上午跟Morning Round 然後中間要Clark Case 假設我們在巡訪的時候 是應該要知道病房裡面的Case的情況 其實就有些似乎產科 就是tash ward的情況 以及需要做的事情都在累 還有最後一天 就要邀請一位病人 給我們做一個考試 做一個身體檢查考試 即是做給Examiner看 我們是怎樣做一些基本兒科的身體檢查 每個人都說哄小朋友要有兩手準備 我自己沒有準備 但幸好我女朋友有些傳課 還有這邊有很多 有公主 有些小狗 角落生物應該受歡迎吧 還有角落生物的筆 剛結束了第一天的住宅 現在5時到8時 已經回到8至9小時 比我想像中花了很多時間 上午的巡房加上午的巡房 總共存了4小時 因為今天是第一天 所有病人我們都沒有見過 所以中間吃完飯的時間 就回去再看病人 跟家長和小朋友聊天 了解病情 還有再按電腦 看看他們之前的病歷 今次進來做了什麼檢查 做了什麼治療 不過第一天來說 其實比我想像中少奇蘭雜症 大部分都是比較普遍的 例如腸胃炎、發燒、常呼吸道感染 還有一型糖尿 很早就要開始打胰島素 幸好跟家長都溝通到 原來現在的小朋友還是很喜歡貼紙 會搶你的貼紙 所以幸好有這個準備 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還要回來 不過今天見過大部分的病人 明天的活動就小一點 最主要就是回去要開始溫習 太多東西都不熟 而且二科也溝通了很多 之前內科的東西 所以真的要溫習 自從Final Year拍Vlog之後 就周圍發掘一些沒有什麼人去 但又多漂亮、多好看、多舒服的地方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看著一片的海景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 又有冷氣 差點忘記了說 剛剛今天出了Fermat CCT 的成績 暫時已知道全部人都過了 令我本身最擔心的兩個駕駛 竟然都是全班36人過了 所以是 所以暫時呢 三個全部都合格 還差四個而已 可以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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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巴西半徵 都要打破龍 像巴巴美 星期六完 今天算是挺幸運的 上午就沒什麼新症 然後下午都非常快就完結了 見這麼早完就把握時間下來 趁今天有些陽光 就測試這隻新的Insta360 GO3 今天是想做一個電腦測試 趁現在還有些陽光 還有今天不算太熱 但都31度有少許風 可以一路溫暖書 一路就有它自己測試 這兩天最主要都準備 星期三要去兒童醫院 上一堂心臟科的Best Sight 那堂聽說要讀了那位Professor 寫了一本書才上 所以現在就希望這兩天充滿 所以只有200多版 一份腸粉和百粒燒賣 今天是星期三 那今天我們就要去兒童醫院 去上一堂心臟科學課 早兩天都開始準備了 所以就約了同學 我待會在紅磡這裏就一起駕駛的士過去 應該是快一點和近一點和便宜一點 這個是我的POVCAM 你應該是打太的 是呀 行行行 我聰明了 你們上吧 謝謝司機 拜託兒童醫院 去哪裏 九龍灣 啟德兒童醫院 整間 有些不一樣的 怎麼樣 是不是很重嗎 你們還剪了嗎 我還沒開始剪了 只是因為那天這堂 有些兒童醫院的工資 不要吵 就是剛剛好是剩下3.5個Rotation的時間 就真的提醒我們 下年的7月1號開始 我們就已經是一個可以獨立開藥 去做診斷的一個實習醫生 所以就好像內科那樣 真的有一些很basic的東西 不可以miss的東西 例如昨天其實最主要都是說兩種的病 一個就是先天性心臟臉結構性的疾病 另外一個就是叫Kawasaki disease 就是會連續發5天以上的燒 會在身上出診 這些在香港來說都是常見的疾病 還有是一些不可以miss的疾病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也還有很多很basic的東西 我們這個Rotation要pick up 好老實說就算來到week3 動力都真的差一點 那今天就來了這個desk1的地方去溫下書 都是叫做轉換一下環境 這裡是一個旺角區的一個頂樓 都蠻舒服的 裡面的空間有多少 又靜 然後有飲料 有少少小食 可以補充一下 那平時走過去上來坐一下 雖然都蠻貴的 3個小時要成88元的 所以平時如果回大學 在SR酸道可以溫到書的話 就真的沒必要來這裡 因為我覺得舒適程度都是差不多 某程度上SR酸道更開心 不過就叫做 當溫到滿的時候出來 就叫做轉換一下環境 residence 只剩下幾天之後 就開始去attach一下Clinic 去其他醫院去DK 去延院 剛剛上了Price拍了一個 今年這個網上電腦節的Teaser 拍了他們的宣傳照片 今天都是很趕的行程 現在是1點半 然後我2點要在兒童醫院 幸好是兒童醫院而不是QM 現在打算飛過去兒童醫院 應該也不是 有的士有的士 兒童醫院去不去嗎 有的士 麻煩麻煩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我發現在機場 要找到一帶比較靜一點的地方 是相當之難的 就算這裡後面 你以為這裡靜 然後後面也有多一個小孩 我不是完全不喜歡小孩 但是我不喜歡那些很吵的小孩 可能因為今早 回合了三個多小時 所以我這一刻是有點 irritable的 Anyways 為何我來到機場呢 就是因為這一天終於來了 最主要是因為Ming 要離開香港了 他會去外國讀書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自己的頻道說過 自己要去哪裡 或者想不想在頻道說 我相信他OK的 因為我們都一整天拍了兩天 如果大家追蹤這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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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做了... 真的到處都小朋友 啊... 開台四年來 沿路都認識到很多朋友 這個也是我想像不到自己做YouTube 會得到的事情 其中一個最好的朋友 絕對是Ming 不知道你會不會看 很尷尬 因為我們倆都是用A6400開始這個頻道 大家都是看開那些頻道 很想拍到那些感覺 但是大家都是由什麼都不懂 開始去拍 所以呢... 沿途我們一起交流 一起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又一起試了很多分的東西 好像去年蕭百願那條影片 也是其中一條 我自己覺得相當之 proud 一起做到的東西 那當然呢 我一直都很忙 沒有時間再一起拍多些東西 那絕對是我的問題 但是都想你知道 真的很grateful 在這個旅程裡面 有同樣是很passion地做的東西 無論在這個圈 還是我自己的朋友圈裡面 喜歡拍片 喜歡認真研究 各樣的lighting Cinematography 各樣東西 可以交流到的朋友 不算很多 所以都非常珍惜 和Ming的交流 真的喔... 一開始我們講遊戲 講砌機 後來我們的對話 已經完全圍繞著 怎樣拍 用什麼相機 鏡頭 技巧 各樣各樣東西 亦都幫助到我的影片進步很多 那這個道別 對他來說 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告訴大家 他去做些什麼 但我就是非常之期待 看到他追逐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來送他機了 他們應該都到了 因為老闆也會載過來 但真心的 我不知道應該有什麼感受 因為他算是這個移民潮開始之後 第一個 我比較close的朋友 離開香港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感覺 我始終都覺得 總會有機會再見 就算他不回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回來 應該也有機會回來 不知道而已 道別這件事應該沒有需要這麼悲觀 還有我也買了一點點東西送給他 是一個PG Y-TECH的CREATE MADE 我知道他一定喜歡 怎料剛好他就真的不見了SD卡口 司機 早餐 這是一個TOP MADE 我送這個給你 好啊 我還有一個 我送我的腳架給你 什麼送我的腳架給你 我送了一個波頭給你 對啊 我們很聰明 哈哈哈哈 在機場 哈哈哈哈 喂 這麼輕的 原來 This is good 很輕的 這個可以出街用 為什麼你不帶過去 這枝這麼輕的 我已經騙我一家盒 好啊 我沒有位了 給你了 所以這個是不會加到你一家盒 真的新鮮的 這個真的 因為出了兩個月而已 對啊 他說他不見了SD卡口 然後我心想 這麼點 剛剛買完了 真的 前一天我下單 這個連上Card Reader 但是呢 我在想你入境 要不要拆了這個套 因為他當商品 不是啊 因為這塊好像子彈盒 對 這塊好像子彈盒 這塊好像子彈盒 哈哈 你陰 像手槍那些 是啊 電影人 Paul Perkin Case 你現在只帶兩支鏡走 我沒有了 就是這兩支鏡 我賣了一支24給你 我這支10、18都跟到 我昨天都在看 11 你不說 12、10 你不說 立即賣給我 1500元 1500元 現在拿出來 哈哈 沒有啊他已經進了機場禁區 寄回來 麻煩你1500元 我加了100元 說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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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深造 深造兩年 希望很快再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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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你阿妹 順便找你 你過來找我 你也是我 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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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做幾分 茶 走 喝牛 啦 酒 是 很快 將 職似 安 剛好這10天的履歷就結束了 我覺得10天過後 我沒有想像中那麼不喜歡PD 整體上我跟大部分小朋友的交友 我都覺得是挺享受的 比起跟大人病人有多一種有趣的關係 還有很多小朋友就算不舒服 他們都真的挺有趣的 而一些大過的青少年 其實他們都很容易溝通到 很多人都很了解自己的病情 很容易知道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至於BB 其實我都覺得現在在QM二科病房的安排是挺好的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嚴格的探病時間 病房的安排也相當有彈性 讓家長和照顧者可以留在這裡更久 所以很多特別是發燒、肚子的小朋友 有家人在的時候就乖很多 沒有哭那麼多 而且真的冷靜、放心很多 二科病房主要有分一邊 K7北 主要是多放傳染病的病人在那裡 可能是發燒、上呼吸度感染、肚餓等等 而一些長期病或穩定沒有傳染風險的病人 就會在K7S、南邊那邊 經過了10天、跟了10天巡訪和去見病人之後 就真的對於整個在QM二科 整個運作、流程都會了解多了 以及一些常見的狀況要怎樣去處理 特別是可能是一個Houseman 實習醫生怎樣去處理 都知道多了少許 當然也有Internman料可以跟隨 相對之前副產科其實就沒有這麼早起床 沒有要準備那麼多個案 但是整體都很累 而且都真的挺time consuming 因為你上午就要跟住房 下午就要跟住房 中間其實你可能有一些累 沒有什麼精神 變成在這10天其實我都是要早早起床 中間真的要逼自己讀一下東西 今天就最後一天 同時我也要做一個身體檢查的考核 幸好我找到一位病人 願意幫我去完成這個考核 就是跟他做一套完整的身體檢查 示範給我的醫生看 也是一個Continuous Assessment的一部份 真的非常之感恩 這一位是一個很合作和很乖的小朋友 還有可能跟他聊過幾次 見得多所以都沒有那麼怕生寶 所以總之就非常感謝他 可以幫我完成這個項目 所以雖然今天是留到6點半才考完這個 PE Round 我們叫身體檢查的考核 但是都叫做完成到 還有後來 最後都問到一些問題 解決了這些幾天 在腦袋裡想的一些疑難 地址站走過來也要9分鐘 這個項目很像樣 這個項目很像樣 因為我沒有介紹錯 這個是漂亮的 好幸好昨天早放 終於都叫做休息了 因為今天星期六都是要上學 剛才9點鐘上到現在1點 已經是連續三個星期的星期六要上學 然後下星期六都是要上學 還有一些堂還沒計算 所以可能之後星期六都是沒有了 所以已經是回了差不多整個月1至6 真心是小累的 但是剛才上了兩堂 都是小儀的心臟科的課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用 還有昨天在張國務院 都聽House Fund說了一堂書 是關於Orbital Cellulitis 都是挺實用的 即是叫做輕鬆少少得來 又學到東西 不過這樣翻一至六發 就真的變了很累 還有沒什麼時間溫習 還有Fan Matthew 片段 我還剪到一半 我本來想明天出的 我也不知道搞不搞得及 上星期去了將軍澳醫院 然後昨天去了廣華醫院的兒科病房 其實主要是看看其他醫院的日常運作是怎樣 還有上一些臨床的課 去見一些病人做一些檢查 去到張國務院的病房真的非常大 張國務院的兒科病房有八十多張床 而在瑪麗醫院其實兩邊加起來都只有四十多張床 有三十多個病人對他們來說是少人幾天 規模其實都挺誇張 而昨天去全新的廣華醫院 是我第一次去新興的廣華醫院 一進去 嘩 漂亮到爽 它裡面是很modern 然後樓底很高 然後有一些很長的電梯 那些升降機是有那個traffic control的 就是控制著你去哪一層 去call升降機 新的廣華是真的先進很多的 我覺得甚至比起兒童醫院更漂亮 而且昨天也有個很長的lunch break 中間整三個小時就出去吃了一個飯 然後三點鐘左右就回去上一堂bed side 醫生都很好 但我們看了幾個都挺珍貴的病症 可能幾年才見到一次的就是 叫Cytus inversus 就是體內的器官包括你的心肝 全部都由左邊右右邊左調轉方向 都是一個挺珍貴的病例來的 而今天現在就是差不多八點鐘 我原本是想七點鐘回來 最近起床的意志真的很弱 今天就過來兒童醫院這裡 因為今早 看不記得上星期一堂很大壓力 教授教的一堂呢 對啦 今天就是我們小組 跟他上幾堂臨床過堂 真的很大壓力 我其實由上星期已經開始緊張了 我現在最主要是很餓 想找點東西吃 然後就 臨急抱佛腳再溫多一會 這陣子很少回來都沒有怎樣洗白袋 所以一次過洗完兩件了 今天就是日出了 但是距離CCT還剩下兩個星期 今早就去了游泳 然後都覺得有點新鮮 因為剛剛這個週末都沒有怎樣做事 純粹就是剪了Insta360 GO3的影片 未提可以上去看的 TURNSHIP剛剛星期六 跟教授上課的教授 我覺得都是挺有用的 因為他非常有用的 教了一些都挺實用的考試技巧 回想回頭 其實這個部有教授的課 或者醫生的課 其實他們都教得相當之好 或是都感受到他們很有心教 而且有些教授真的會當我們小朋友那樣教 整個體驗都挺滿足的 只不過是絕大部份的東西 都是e-learning和智學 實際有人教的真的不多 我今天回來 其實因為我想拍一些B-Roll 就是給我接下來一條 What's in my back 類似Back to School Tech的影片 所以就上來這裡 應該是SR3的四樓最頂的那層 這幾個帳 其實令我更加多了 在這個Campus裡面去找一些不用錢 有剩餘的地方去溫習 我自己就不是真的特別喜歡躲在圖書館裡面 好像有一種困手鬥感的感覺 而這些地方我覺得挺好的 特別是這裡 有個無敵大海景 再加上有些Sit Stand Area 有些梳化 還有有非常舒服的冷氣 那就真的開Turbo溫習了 剩下兩個星期 幸好今天就是Day Off 明天只有上午一課 教授一課 9點到10點 去到下星期考試之前 基本上只有兩、三個半就要回 主要都是一個類似Study Week 所以還算是有些時間 現在是星期二 今天來的觀塘 因為待會要去聯合醫院 踏到價101X 很快就過來宇文芳這裡 打算可以吃個早餐 但原來宇文芳這裡幾乎沒有東西吃 還有四天就考試 星期五的1點鐘就考試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出來 這些Network Hospital 去attach 火燃住 一耳材 三人 一天 三人 公司 這房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覺得這次宜科很大的挑戰就是怎樣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有些病我是要想一些小朋友比較常病 而是內科比較多是大人最常見的病 當然也會有些重複位 而科也有很多之前內科讀的東西 但內科已經是三四個月之前 有些知識已經感覺到他離開腦 大人和小朋友同一個討論是討伐 都有很不同的Difensial Diagnosis 即是一些我們正在考慮的診斷 還有小朋友有很多病和綜合症 我們真的聽都沒有聽過 現在全部由頭學過 這個CCT相對比起古科或內科 形式是簡單一點的 對手是一個演員做一個媽媽的角色 他會有一份script 還有全組人都是同一個case 就要跟他做20分鐘的history taking 同時也會有兩位醫生和教授在這裡看著 去考核你 做完history taking之後就會有10分鐘的抽書 就問你 問完20分鐘之後你覺得是什麼病 怎樣去排列優先次序 怎樣去做一些檢查 去判斷是不是那個病 還有你會怎樣處理 他們就說會出一些常見的症 不會出一些很complicated 是很rare的症 因為這個是CCT 他們想看可不可以相信你做一個安全的houseman 但始終可以出的東西都真的非常多 所以其實真的沒得猜的 還有你的difensal裡面 怎麼都會拉過一些很rare 很少見的病 所以到最後呢 都是會超級insecure 還有都是覺得好像有無限的微溫一樣 現在就去這個等致王寶英健康院了 應該是外科之前 但是最後一次出來上課了 之後呢 外科就會回QM 所以這堂呢 真的是短期內最後一次出來上課了 今早回來上課了最後一堂的Department Grand Rounds 亦都是PD Clarkship 的最後一堂 我原本計劃就是今天就留下溫到晚上 然後明天可能6點回來 就溫到12點多 然後就準備考試 明天是下午12點半開始考試 所以就K1吃了個brunch 然後就跟朋友做了一些練習 一起溫了一會兒 但是這一刻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颱風掃 我們一直說服自己 應該打不成啦 應該照樣有得考啦 所以就要繼續溫啦 但是看個勢呢 就真的似乎打得成啦 現在就說掛3號啦 然後可能明天就會掛8號 甚至星期六會10號 但是問題呢 E4 Department 到現在都沒有confirm 說明天考試會不會繼續 它們只是有個指引說 如果12點之前掛的話 就 reschedule 考試啦 就不像其他部份 好像內科、Sakai 和骨科 好像都已經說明了 明天或後日的CCT會 reschedule 所以對我們呢 現在就簡直是一個煎熬 雖然很多東西未溫啦 今天其實都是很多東西想追的 就是很多東西可以溫 但是我也想快點考了它 我不想退了 是真的沒試過這麼不想打風的 因為明天考不到呢 它說暫時應該會退去 再下星期六啦 但是我下星期一呢 其實就已經開始外科的Clark Trip了 心很難平靜下來 但是我現在計劃呢 至少先溫了今天全日 都沒有confirm明天要不要考 因為萬一明天說不掛 要照考呢 那我們就要繼續考 沒有啦沒有啦 明天應該考不到事啦 下星期再溫啦 我現在回去做些事先 做其他事 還要確定下星期的水 這個是颱風蘇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 一個颱風就搞到七個rotation的CCT 全部都postpone了 最慘的應該是內科的CCT postpone到十月尾 即是直接是Fanmat的CCT之後 大部份人可能會想 多點時間溫習當然是好 但是其實對於內科的過來人來說 你一日未考那個史 你一日都是很害怕的 所以其實是 絕對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為你上星期四 其實已經準備好心情去考試 然後跟你說兩個月之後才考 還有內科和Fanmat CCT 注重的東西其實是很不同的 所以他們考完Fanmat之後 又要再調整那個思緒 那個mindset去考內科的史 至於我們儀科本身是想計劃了 這個星期六補考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他們說到好像要 接下來兩三個星期 但是既然這個星期六未必考 我想這一刻我會先放下儀科 專心去找外科 但其實真的很害怕 我會忘記了之前在儀科找到的東西 你這頭塞進去 那邊又流失一些東西出來 過了七個星期 我是不是還是說不喜歡儀科呢 會不會有什麼改變呢 你問我其實這七個星期 我都會盡量學到多少就多少 因為我覺得就算以後我沒有打算做儀科 其實現在學習的東西很多都很具實的 就是可能在Ward、A&E 甚至在general cleaning 都會遇到同樣的儀科問題 還有我覺得說到底都是儀科的一部分 所以我依然覺得 由不認識到認識和應用的 某一部分都是一個值得享受的過程 只不過是就肯定是比之前Famad 是取得很多的 所以儀科這個Raw是 就是取得到取得的感覺 因為外科是比儀科更加取得的 超級pack的schedule 不過這就是下一條影片說的東西 因為第一次我的vlog不是以考試做完結 但也感謝大家看到這裏 如果喜歡藥者覺得有用 當然記得給個like 還有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之後 大家儀科的CCT考出來是怎樣 還有可以追蹤我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